大豆腐在家你要是做好了 是一道非常好吃的家常菜 但是您知道在家怎么做 好吃入味又下饭吗 刚从菜市场上捡了一块卤水大豆腐 给它改刀切成散的块 再准备一把韭菜给它洗净 改刀切段 再来一把粉条 提前呢用凉水给它泡软 咱们锅中水开 先下入大豆腐 给它焯烫两分钟 去去这个豆腥味 焯好以后呢 给它捞出控水备用 接下来呢 咱们起锅烧油 油热呢 下入葱花辣椒段 给它爆香 再加入一小勺的脾鲜豆瓣酱 给它炒香 炒出红柳 再加入一碗的自来水 下入焯好水的大豆腐 再放入泡好的粉条 加入生抽 蚝油提鲜 再放入少许的盐 鸡精十三香调味 再来点老抽 给它调下颜色 开锅呢 咱们转小火 给它咕噜个五六分钟 这样呢 更加的入味 再撒入切好的韭菜段 这小菜就可以出锅了 家人们看看 就这菜 能不能吃三碗大米饭 最后啊 还是那句话 如果您也喜欢简单 易学的家常菜 不要让个小厨 点个双鸡 方便的话 能加关注就更好了 感谢您了